和全球 特别是发展国家一起合作 把早期预警系统建立起来 这是对发展国家提高适应能力的最大的支持 现在在谈资金的流向 我们更关注资金的来源 关注资金的来源 主要是要把对发展国家资金的支持 这个蛋糕要做大 做大之后才能够考虑到这笔钱 给最广大的环境脆弱的国家 小岛一国家 最发达国家 非洲集团 如果我们只在讨论资金的流向 不讨论资金的来源 那就说蛋糕没有做大 我们拿什么去分给那些最脆弱的国家呢 说先要把蛋糕做大 然后再考虑这个钱给最需要的那些国家 都快抽到了 小岛一国家 这一点不肯定是要把蛋糕做大